Hello大家好,我是靳姐 我现在在223广州车展为你带来现场报道 在我身后的是奇瑞风云A8 这台车大家看外观是不是感觉还挺熟悉的 跟燃油车型Ariza 8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Ariza 8的一个PHEV版本 然后整个外观上的亮点 首先就是奇瑞的新的车标 扁平化的设计我觉得还挺有质感的 另外就是它保留了这种比较大面积的中网的尺寸 显得非常的凶 但是实际上作为一台插稳车型来说 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的散热面积 所以你仔细看里面就有旁边很多是封住了的 然后尺寸上它是一台紧凑级轿车 但它的车长接近4米8 轴距接近2米8 这个尺寸在紧凑级轿车里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车内整体的风格也跟Ariza 8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整个我觉得它的布局 还是比较中跟中矩的一个表现 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但是好像现在车基本上也都这么布局 保留了空调的一些单独的按键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人生化比较科学的 然后屏幕方面呢 两块是2.3英寸的屏幕 做成了一个这种有点曲面的联屏 然后里面的车机系统现在也是烂5.0的这套生态 整个我觉得使用下来的话 流畅度啊 然后包括功能的丰富性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包括它也支持苹果的CarPlay和华为的HiCar 所以整个在手机互联上也是比较方便的 作为一台紧凑级轿车 我觉得它整体的后排空间表现还是OK的啊 然后后排的座椅坐感也不错 而且它中间的填充物也属于比较柔软的 甚至我觉得坐比前排座椅还要舒服一些 再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坐垫的长度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也是够长的 包括它有一定的凸骑对于腿的承托也还是OK的 其实我认为这台车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在于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办法试到的动力的部分 那搭载了奇卫刚刚发布的昆蓬超能混动CDM技术 一个1.5T的高效的混动发动机 它的热效率能达到44.5% 还有三挡DHT 有四种驱动模式 发动机直驱串联并联合纯电模式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电池的管理系统 那这台车呢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25公里以上 综合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400公里以上 能够满足我们各种不同的出行的需求 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这台车的试驾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好好去给大家试一下